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食宴都追求快、靈靜 但這間餐廳上菜速度比較慢 食客竟然沒有投訴 這間位於長沙環的喜樂餐飲教室 職員大部份是智障或智閉症人士 創辦人宋太希望透過餐廳 為他們提供就業和職業培訓 主要是因為女兒的時刻不了業 沒有工作 坐在家裡 剛剛有一間茶餐廳要頂出來 自己可以投資下去 給了一筆錢開了一間餐廳 現在是集中做一些寫字流的客人 還有做一些包場 或者一些到會 特殊人士的工作效率 未必及得上一般人 但只要給他們時間熟習 一樣可以做到簡單的工作 他們的應變能力沒有那麼大 還有就是要給他們長時間去適應 有時客人或者說要一杯凍檸茶 要少甜少冰 我們普通人覺得很簡單 但要他們寫那麼多字 和聽客人說那麼多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有困難的 其實他們主要都會幫一下剪一下冬菇 切一下麵包 因為廚師都是我一個 就算他做一些表面上很簡單的事 但工作就是一個時間 如果要我自己做 始終我都要付出時間去做 所以他們幫忙很重要 餐廳在三年前曾經因為經營困難而結業 直到前年得到社署資助200萬重開 初期供應中菜為主 每個月虧損1至2萬元 直到去年配合區內寫字樓的口味 轉型做西餐 生意才逐漸好轉 之前因為我們都是一些中式的餐 其實都有它的客人 但因為這裡大部分都是寫字樓 OL 其實他們喜歡吃西式當店 這個廚師它的出品是得緊的 只不過是地方暫時沒有晚市 但你的租金和其他東西都緊了 所以一定會出現負數 現在餐廳的生意逐漸上了軌道 去年更獲得商人流聯熊的太太陳凱韻 每月購買100張飯券 正在物色更大面積的新舖 擴大生意規模 希望有能力聘請更多特殊人士 草組已經佔了所有收入的 至少三分一 人工都是其中一個主要支出 興建這間的名字 多些人知道了 其實帶動了很多人來支持 其實虧蝕已經收窄了很多 我們現在著手在找更大的店 希望擴充和做得更好 請多些朋友 schö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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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